台中市役分局的袁警 直勤经过路口时 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 上前拦查 这个男子先是假意配合 却是突然间转身就跑 袁警一路骑车紧追不舍 最后男子自衰 当场被逮 事后调查发现 原来这个男子是一名通缉犯 因为害怕入肩服刑 才会趁机落跑 嫌犯在袁警的面前 不敢报上自己的姓名 只好转头落跑 嫌犯在袁警的面前 35岁的无姓男子 唯一规定穿越马路 遭巡逻袁警蓝亭盘查 他刚开始假装配合 却趁机逃逸 袁警一路追捕 最后嫌犯自己摔倒 让优势的袁警当街制服 原来王心嫌犯 阴暗被通缉中 怕自己入狱被关 一路躲藏 原本想堵个运气 不料被拦查 不但对自己的身份证 字号和姓名支支吾吾 还浑身战斗漏了线 抗拒半天 最终还是落网 一送法拜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